中文字幕志愿者 吊帶也曝光 运安貴人員把已經斷裂的吊帶 放進袋子裡帶回採樣 因為工程車會翻弱 就是為了用吊帶企圖拉車 弄巧成竹 你放在車的時候有什麼問題 設光正常 前方為了釐清造貨的車體 相關保養記錄 修車廠的技師也以證人身分 到地檢署問訊 一開始工程車前輪卡樹叢 李翔拿著拖繩 想要借助怪手的力量拉上來 不過吊帶拖繩卻斷裂 才以怪手靠近企圖拉動 最後車子直接翻了下去 怪手到底誰開的 一開始矛頭全指向李翔翔 不過周康爆料 當時開怪手的竟然是阿豪 針對新爆料花蓮地檢署不回應 主任不好意思 今天有特別要澄清哪一個部分嗎 還是沒有辦法多說 聯合大地監造主任李靖福 9號被依過失致死罪 50萬元交保 12號二度遭到約談 檢調約談動作一波接一波 就是希望儘快還原49四真正原因 3C位李葉許貴美花你怎麼知道